网友老说我做菜油大嘛 今天咱们做个油小的 这是咱们今天所调的肉皮 三斤气凉 蒸它 但是蒸之前呢 一点油都不蒸油 给点盐 这肘子呢 给它开一刀 剪这个肉最薄的底 贴着这骨头 把这个肉给它剃下来 一定要顺着那骨头缝走到 要不然就剃手上了 肉没剃下来 手成骨头了 剃完了之后 也是跟在肉皮里边 给它窜一下 小伙慢煮它 开锅之后略微的软了就行了 给它冲个凉回子 打上条 要贴近肉皮 这是一细会儿啊 大家一定要蹬干净了 像这没干净的地方 它都刮那些 准备工作到位了 谁做都能做得出来 让它出胶快 那就小一点 一定要揉搓它 这是第二遍了 第三遍加盐 第四遍了应该 用食用盐 要把肉皮洗清凉了 洗干净了之后 重新起锅 再给它焯一次水 这肘子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焯透它 拿着一闻有肉香了 这焯水就干完事了 无论您做酱肘子还是做什么 一定要把这皮了着 塌塌起泡 挨着再刮它一遍 剃它的肉 好嘞 虽然说这个菜简单 看着省事 但是费工夫 我们每天都是限量做的 把肉里边的这些脏东西都煮出来 再去一下多余的油脂 现在咱们加上葱姜 料酒稍微多一点 来它一勺 大条 来个四五颗 像这样煮了 得煮个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现在咱们就可以捞它了 您搁里一块姜没事 葱一定要捞出去 水跟它平 差不多稍微略少一点就行了 肘子放这上 上气之后两个小时 您就蒸着它去 时间到了啊 关火 放个气 这肉一定要达到这样 特别烂火才能行 然后给它夹出来啊 弄一盒瘦的一盒肥瘦了 这个胶纸非常浓的 放到冷藏里边 今天放进去 明天吃是最好的 肘子呢就算冻好了 这个呢说切得厚一点 不爱吃啊 对一个料汁 有蒜 酱油 醋 还有香油 我就告诉 这熬出来的洞 和蒸出来的洞 和用橙纸做的 是不一样的 味儿抠弹 水晶洞里边 一定不能加盐 肘子也不能加盐 就要吃它这个肉的纯香 您蘸着三合油 吃着到嘴里边 不油不腻 而且还香 还需要 随便 也要 沥 很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